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他在肉食品加工厂上班 弟弟二十年前是七八岁 他的年纪差不多二十四岁左右 倒有两点符合嫌疑人的特征 张瑞不禁质疑 我觉得丁医生的怀疑根本没有什么根据 你怎么会怀疑到魏墙头上呢 发生南大碎尸案的时候 他应该不再拦清啊 我从你女儿详细打听过 吕爱卿被杀那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 原本是魏亮弄两张电影票 约他一起看电影的 但是走到案发现场那条路之后 他们走散了 之后张欣然就目睹了吕爱卿被杀 从那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见过魏亮 魏亮就像人间中发一样突然消失了 这前后的事情放在一起想想 你不觉得可疑吗 所以你找到我打听魏家 得知魏亮还有一个哥哥叫做魏强 碰巧他父亲是杀人犯 他年少的时候还进过少管所 后来又在肉连厂干过 你因此怀疑他是凶手 说我直言丁医生 这个猜测太过无端了 逻辑未免太不通了吧 我承认当初的魏强甚不走正道 父亲还是杀人犯 如果他一直放人自留下去 我不怀疑你说的 但是经过那两年的改造 他已经改下归正了 为这事情 上鬼家诚心诚意地谢过我呢 我相信浪子回头金不万 我们不能总拿老眼光看人吧 看得出张蕊还真有些动气了 丁前解释出 张警官 我知道你同情上鬼之一家人的遭遇 你也确实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 但我作为局外人 希望你能客观想想这个事情 当然目前来看 我的怀疑确实是逻辑不通 那是因为我暂时还没有找出足够的证据 我虽然并不能肯定魏强跟当年的南大碎尸案有关 但是我总感觉魏亮在事后失踪 很离奇 对了 当年吕爱卿的尸体被发现之后 你还见过魏家人们 那倒是没有 我不说了吗 上鬼之被人抢劫杀害了 就是九五年末的事情 剩下那两个小子 过不长时间就搬走了 是吗 丁钱未敢诧异 照这么说 上鬼之刚出意外不久 就发生了南大碎尸案什么 是啊 那又怎么了 张瑞也算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警察 可是面对丁钱一个个突兀的问题 他完全被搞糊涂了 没什么 我有时间再跟你聊这个事情 还有点急事 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 张警官 张瑞晕头转向的说 那你去忙吧 你说什么 让我查一起二十年前的抢劫案 郭荣荣瞪着原本就不小的眼睛 莫名其妙地望着丁钱 大叔 你这脑袋又搭的什么筋呢 南大的案子搞得直头疼 还没有下文呢 你现在怎么又查别的案子 上鬼之是什么人呢 名字好土啊 不过是你在农村娶的前妻吧 拜托 二十年前我还不到十岁呢 难道是娃娃亲 滚蛋 让一下就好好查 当年住在望华仪村小区 距离青岛路不算太远 郭荣荣瞇起大眼睛 狡黠地打量了丁钱 你该不会是又有什么新线索了吧 还不确定 所以让你尽快帮我查查 郭荣荣没敢怠慢 费了一番周折 又打电话 又上公安网 最后出去了一趟 傍晚的时候才回来 坎丁钱正坐在他椅子上喝茶水 他就气不大意出来 你怎么不早说这案子还没破呀 还都找了一大圈 在鼓楼区分局当安库里 好容易才找出来 而且还当做小案子归类的 难度肯定是有 要不然怎么能显示出 未来的储备特案组组长的本事呢 郭荣荣立马转怒为喜 嘴巴快咧到二根子了 想控制都没控制住 他还担心的左右瞅瞅 小心提醒听钱 像这种破坏团结的话 可不能乱讲 说说吧 是什么案情 还得请我一顿琵琶鸭 必须正宗的 真空包装的不要 要不尽你吃牛粪火锅吧 特实惠 不行 就琵琶鸭 好吧 你快说吧 双方达成了交易 郭荣荣就说 其实这个案子也不复杂 1995年 10月5日傍晚6点多 上桂家中午去储蓄所 取了5000块钱 刚走出储蓄所就被人抢了 可能是上桂家 跟那抢钱人发生了扭打 结果被那个人连筒两刀 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了 这个案子听着倒是不复杂 怎么到现在都没有破呢 那个储蓄所的位置比较偏 90年代又没有监控 难道连目击者都没有吗 目击者倒是有一个 是上桂枝的儿子 上桂枝的儿子 他叫什么 叫郭荣荣翻开拷贝下的卷宗 瞧了一眼 叫魏亮 那是他二儿子 他有两个孩子呀 具体什么情况 是魏亮跟他妈妈一起去取钱吗 不是 魏亮在证词上说 他本来放学回家正在写作业 上桂枝自己去储蓄所取钱的 后来他看天开始黑了 有点不放心 就下楼去接他妈妈 等他走到储蓄所的时候 正好看见母亲受伤倒地在地上 这个案子真正有点说到的地方啊 就在这里了 什么说的 魏亮当时并没有直接看见 他母亲被袭击的过程 但他的证词里声称 他看见一个男人正匆忙逃走 那个男人还扭头看了他一眼 他认出那个人了 是当地一个小混混 叫李廷盛 他又说上桂枝在昏迷前 曾亲口告诉过他 就是李廷盛抢的钱 并把他刺伤了 随后魏亮就叫人帮忙 把母亲送到医院 结果抢救无效 上桂枝死在了医院 听着也不复杂啊 哪里有说道啊 我还没说完呢 这只是魏亮一方的口供 但是除了他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目击者了 可是当警察逮捕李廷盛的时候 他不但拾口否认自己抢劫杀人 还找出了不在场证明 什么不在场证明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